相信大多数人都坐过高铁或者地铁 经历过买票 后车 安检 上车的过程 不过现在如果说有一个国家的高铁不用安检 大家会不会感到很诧异呢 其实这是真的 乘坐日本的新干线地位相当于我国的高铁是不用安检的 全程从买票到上车不到5分钟 那日本的新干线为何不用安检呢 是因为日本的国民素质更高吗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首先 日本作为亚洲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 其社会治安是非常不错的 中兴网2021年2月4日点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警察厅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日本全国警方查获的触犯刑法案件 共计614303起 较2019年减少了17.9% 而日本2020年人口为1.26亿人 按照犯罪率的计算公式来看 每10万人里的案件数量为487件左右 在世界上属于相当低的水平 所以社会治安好 新干线自然就不需要安检系统 等等 我猜这里就有人说 我国的是因为犯罪率高 而实行高铁安检的吗 实则不然 虽然中国在2020年发生了460万件左右的刑事案件 几乎是日本的8倍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我国的人口是13亿 案件固然多 但人口也是日本的10倍 这么一算 实际上我国和日本的社会治安是差不多的 都属于比较好的国家 所以高铁安检与否 可能多数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因为社会治安差 而迫不得已的选择 并且我国这么做 还能制止一些冲动犯罪 比如说 如果在日本 有可能一个人产生了邪恶的想法 因为高铁没有安检 说干就干了 而在中国 他可能会思考一下 高铁有安检 我能不能顺利上火车呢 这么一想 很多因为冲动而产生的犯罪想法 很可能就知难而退了 所以说 中国选择安检和日本选择不安检 不是因为社会治安的问题 而是牵扯到其他方面了 之前咱们说过 新干线买票上车 一套流程 用不了五分钟 那加上安检呢 虽然安检本身很快 但是架不住人多的时候 就要排队 这样一来 自然会浪费一定的时间 而在中国 我们一旦要坐高铁 很可能就是几千公里 需要大半天时间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的远距离出行 就已经觉得 这会花很多时间了 所以安检额外多出来的那点时间 根本无所谓 而日本则不一样 要知道日本整个本土 还不如我国的内蒙古大 那本来地方就不大 乘坐新干线 列车才运行40分钟 安检就要半个小时 这简直太离谱了 对于稍远一些的地方 日本民众就有两个出行选择 新干线和飞机 在日本同样的距离 新干线反而更贵 因此这两者的比较 就变得有意思了起来 按理说飞机的速度更快 应该比新干线快很多 但是因为登机前的流程过于复杂 什么领登机牌 安检之类的 所以往往要比新干线 抵达的时间要慢 很多人为了节约时间 会选择更贵的新干线 所以在日本也就诞生了一个 著名的四小时理论 所谓四小时理论 也就是说 你要抵达目的地的时间 如果高于四个小时 那就选择飞机 但如果低于四个小时 就选择新干线高铁 不过这个理论 肯定是建立在 新干线不安检的前提下的 要是新干线也需要安检 那日本人民为什么不去选择飞机 日本的新干线和我国的高铁 虽然是一个东西 但是日本的新干线 看起来更像是 链接每个城市的地铁 是一种比较随意的交通工具 如果你让新干线安检 就和我们公交车也要安检一样 而日本新干线 也会不经常发生恶性事件 就和我们也动不动就听说 公交车出现恶性袭击一样 国内的公交车事件 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例 也是因为乘客情绪激动 抢夺公交车司机方向盘 是突发情况 和是否安检关系不大 所以在社会治安普遍叫好 安全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更加安全和觉得足够安全了 需要便利两指之间 日本民众选择了后者 当日本民众做出选择之后 那必然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2018年6月9日 晚21时30分左右 从东京出发的 新干线希望号高铁上 一名男子突然掏出 自己随身携带的刀 毫无征兆地捅向了 自己旁边的女性 一时间车厢内乱坐一团 但是在事故发生的瞬间 坐在凶手身后的一名叫 梅田庚太郎的中年男性 下意识抱住凶手 制止了后续行为 所以被砍伤的女性 只是被砍伤了手臂 性命无碍 但是恼羞成怒的凶手 却开始攻击梅田 随后这名男子 继续挥刀攻击他人 直到乘务员赶到现场 前去制服这名行凶男子时 才发现他自己一人待在那里 这事件还没被遗忘呢 2021年11月8日上午 日本的樱花401号新干县高特车厢内 又发生安全事故了 一名男子向车厢地面 扑洒液燃液体 然后用打火机点燃纸张 并扔进了液体中 导致樱花401号3号车厢内 弥漫烟雾 不过好在车上没有液燃雾 很快就熄灭了 也没有人员伤亡 男子被捕后在公述中声称 自己想要模仿10月东京都城 铁金王县发生的乘客 在车厢内纵火事件 而反观我国高铁实行安检 倒是有很多霸作男霸作女 但是恶性伤人事件 确实没怎么发生 我们不妨想一下 要是不安检 这些霸作男女 要是带什么铁制的器具 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演变成伤人事件 日本的新干县不安检 确实留下了很多安全隐患 在中国刀还有可燃物 想带上火车 门都没有 安检机和金属探测器 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当然啊 这也不是黑日本的高铁 相信没有高铁 这些人也会在公交车 出租车等其他公众场所乱来的 所以说 安检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们不能去赌 不会有一时冲动 干出傻事的人 而且公交车相对于高铁来说 速度较低 就算遇到紧急事件 迫不得已走投无路 还能跳车 而高铁就没那么方便了 一旦有不法分子 因为取消了安检 危害到了高铁的行驶 那估计一辆列车几百号人 都得给他陪葬 我们无法用那么多百姓的安全来赌 而日本那边呢 因为修建新干线的时候 就没考虑到安检这回事 配套设施倒是好办 现买就行 但是很多高铁站布局已经固定 安检设备放在哪里是个问题 并且购买设备 雇佣安检人员 维护设备的花费也是问题 另外还要考虑早已习惯便利的民众反应 日本不安检倒也没见到 每天都发生恶性事件 我国安检自然也肯定 有一意孤行的不法分子 利用各种方法 骗国安检搞破坏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遇到罢了 所以只要民众接受 安不安检只是一种选择 没必要分出个高下 更没必要因此贬低谁 你支持中国地铁安检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